詞曲 李宗盛 敏儀姐 是 謝謝你今天接受我們《明報》的訪問 其實真的很久沒見你在幕前 記得我們看了很多以前在電視圈拍過的作品 當年你就是 是否九十年代你就忍退了這樣 也是 因為我很容易記 我大兒子九四年出生 我現在九三年已經懷孕了 我想我也是九二年離開電視圈 當年我們叫當家花懶 現在就叫女一 你在這麼事業高峰的時候 自己選擇忍退 專心去照顧BB 照顧家庭 其實有沒有什麼原因 主要大部分原因 是否因為家人而關係 我想在那段時間 在那段時間也做了電視圈十幾年 我開始思考很多人生意義的事情 那時候可能我自己的形象又比較局限 做來做起的角色 差不多都不理是 要麼做社工 要麼做女警 要麼做老師 都是比較靜氣的角色 自己工作也辛苦 一早起床 零六預訂 然後到晚上可能是三點才下班 第二天又零六了 所以 其實日以繼夜的生活真是辛苦的 原來人 沒有辦法在工作裡面 找到一個更大的意義 你要那麼辛苦去工作 其實你是無以為計 你是沒有那個動力去上班 其實我想我也是處於一個這樣的狀態 在想我是否可以開展人生的一頁 那時候也會考慮想轉行 轉什麼行 不如轉人生的一個新角色 那時候剛好那段日子裡 又很想做媽媽 智叔真的很喜歡演戲 他從小到幾歲 已經立志要做演員 他真的真心喜歡演戲 我背後是一些心理因素 讓我喜歡演戲 但我仍然是一個很喜歡看電影的人 無論是看智叔的電影 或者是看別人的電影 我仍然是很享受的過程 由一個邊跳入兩邊的時候 你有沒有遇過什麼困難 要適應 事實上 在適應裡 其實我都面對很大的困難和挑戰 這也是和心理有關的 因為在生嬰兒之前那幾年 我爸爸過了生 是很突然的 我想我是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再加上我和爸爸的關係實在很好 我是用了很多年時間 我才可以走出來 當中還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因為我還沒有處理好和我爸爸的分離 這個情節 我很捨不得他 所以畫多畫少 我會將對爸爸的感情 有些人投入到我的孩子 我畫多畫少 會覺得 我雖然失去了一個自親 我要將對自親那份的愛 所以我把他放在我的兒子裡 實在我的兒子有些像我爸爸的樣子 所以我有一些頭射了下去 這個不好處就是 其實我把角色混淆了 是不可以的 當我有一個覺醒 我的覺醒是怎樣來的呢 我的覺醒是由我第三個兒子 最小的兒子 文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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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很小 三歲就患了血癌 你想想我 我真的超級保護 差不多用玻璃罩套著他們成長 我說有病就有病了 你最害怕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真的會發生 原來你怎樣去控制 怎樣去控制 怎樣去無微不至 滴水不漏地保護 我兒子也有患病 最後他的病都醫不好 過了身 那時候我就有個覺醒 我就終於醒了 有個覺悟在這裏 原來人的能力是有限制的 生命這個挫折 生命這個苦難 其實為我帶來一個很寶貴的學習 就是讓人知道我是不可以操控 我要學會到放手 會不會因為這兩次 再加上前年自叔的離開 這三次的喪親之痛 令你覺得要對生命教育 重新認識 我想最令我有這個感動 就是正正是自叔 有病的時候 因為自叔給我的感覺 大家都知道他很成熟穩重 其實很多時候他想事情很深思熟慮 我都說了我是一個搖底的人 我底板就是搖底 蛇龜的人 但他是很淡定的 但當醫生告訴他他有這個病 並且判了他的死期 那個病來得很急 一去檢查的時候 醫生都說已經去到末期的末期 沒有什麼都可以做 其實已經知道他是暴向死亡的時候 我會看到這個死期 斑暴下來的時候 我看到自叔的反應 讓我看到原來一個人 無論他多成熟 他有多少知識 他有多少豁達也好 原來死亡一衝擊來到的時候 真是會讓這個大浪蓋過來 真是會讓一個人很不穩陣 很動盪 還有他撩起了很多負面的情緒 當其實我很記得我在病房 我看到一個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我就知道原來死亡這個課題 我們不可以知道自己死期的時候 才去處理的 我們必須要在自己現在的身臟力見 神智清醒 又不是面對這麼大衝擊的時候 我們有這個空間 我們已經要好好的去準備自己 怎樣去面對死亡 例如自叔 立即有很多心底裏的遺憾 很澎湃出來 我就開始在病房陪伴 自叔一起去處理生命裏 出現的遺憾 於是我就想 不行了 我覺得每一個人 在生命裏 他最需要不可或決的 要處理這個問題 就是怎樣預備自己 影響死亡 我很感恩 我跟孩子的關係 是讓我最放心的 很多人都說 如果要離開 會不會很不捨得兩個兒子 實不相迴 我覺得 那些兩個不會讓我不捨得的 是因為 我覺得我應該要跟他們說的話 我是不會淪適的 我盡人事 我都盡快去說了 我還沒說 是因為我將我自己生命裏 很多得到的啟迪 或者是 有些新的看法 新的學習 我真的都不淪適 經常跟他們說 我今天上課堂 很棒 老師說什麼 我真的不淪適 經常跟他們分享 你跟他們分享的時候 可能很多人向你求助 有沒有人上司向你求助 而你有些 真是幫到別人的角落 可以和大家當說 怎樣去教別人 去走出那個情緒困窟 我自己都有留意到 的確是近年來 香港人的情緒健康 都很值得我們去關注 特別是有些小孩 都幾歲 已經聽到 有一些情緒的問題出現 我都覺得是急不容緩的 我自己在看 一來都市人 我們真的承受很多的壓力 壓力是一定有的 但是壓力 從另一個角度看 其實也很需要 沒有壓力 我們怎麼會成長 我們怎麼會進步 壓力其實都是一個動力 問題是 我們怎樣 去讓這個壓力 可以緩解到 當我們的身體 生命承受到這麼多壓力的時候 喂 我們怎樣去 恢復 我們怎樣去 回氣 我經常都說 很簡單的一件事 我們身體 我們身體 一定是來自我們 成婦的 就是很齊全的 是一個自我修復的能力 一定有的 無論我們承受多少壓力 其實我們自己 都已經可以修復到 但是你有沒有給它機會 你有沒有好好的去休息 有沒有好好的去睡覺 就說睡覺那件事 一躺下 我們的身體其實在做很多事 幫我們做一個恢復的 所以有壓力不要緊 但是你給回機會 身體的回氣 睡覺 還有就是 營養 食物那裏 我自己作為一個過來人 當我很大壓力的時候 我就會不夠B 原來不夠B集 是會令一個人抑鬱的 因為我曾經也試過 我兒子有病 我陪他醫病的時候 我有幾天 我早上到十點症 我就想死了 很準時 我覺得不對勁 我覺得我是有抑鬱的狀況 就問我的醫生 我說我不是很對勁 有十點鐘我就想死了 我想吃抑鬱藥 那些B集過來給你吃一下 因為現在你承受很大壓力 你可能身體用得太多B力 不夠 那就送了一些B 就是當年文樂說的時候 文樂有病的時候 我吃了很多 我吃了那個B集 不用一個星期 什麼字都沒有 其實運動 都是可以幫我們 抑鬱一些情緒的壓力 只要每一天規定給自己一些 我好像說一些老生常談 但是我們又不去做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身體已經來自 這個系統 只要我們給他足夠的東西 他就會自己幫我們修復 休息 營養 運動 還有就是 關係 為什麼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一個獨立的 一個孤獨 我們需要人與人之間的支援 在你情緒有問題的時候 你有沒有留意到 為什麼以前沒有這麼多這些 因為以前整個 論社關係很緊密 那些師父 大家去河邊一起洗衣服 洗一下洗一下就講自己的情緒 哎呀 真是被兒子氣死 被老公氣死 哎呀 奶奶什麼 大家就洗一下洗一下 哎呀 傾心吐意 其實就不用見心理輔導 以前哪有心理輔導 其實是因為 原來我們透過人與人之間 那個互相的 傾談 我說的過程 我已經有書解到 然後我又覺得 哎呀 你真的很明白我 哎呀 你奶奶也是這樣對你的 那你會覺得 我又不孤單 這個同理呢 其實又可以很舒緩 例如我自己 我也是一個國內人 我剛剛也走至 經歷到抑鬱的狀況的時候 不要跟自己說 我要振作一點 我不可以這樣 我要樂觀一點 喂 所有有抑鬱症的人 你猜他不想樂觀 他也想樂觀 樂觀不到 而那個過程的裏面 你真的在這麼低沉的狀態 你跟我說這些說話 是 你只會覺得自己很無能 哎呀 我泵都泵不起自己的 你更加會無能為力 其實很重要的 當有情緒出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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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納他的存在 發覺其實我們是很整存的 顧及的 大家的身體 心理 靈性上面 身心靈我們都 顧存到的話 我相信是可以提升到 我們的心理健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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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